很多时候失眠是因为关于失眠的焦虑 其实你的心理暗示对自己很重要 自由休息对人也是很大的保护 就说失眠这个词就不应该发明出来 到底人为什么需要睡眠 现在科学界都没有统一的答案 但是我猜可能啊 我猜啊跟这个修复和净化有关 你白天的一些碎片一些这个垃圾啊 而且你说这个梦呢 它有点深的 所以过去有一个弗洛伊德的学生 这叫荣格 荣格就是说 说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两百万年的自我 就是说我们的遗传基因里啊 残存着一些早年 比如说为什么 特别小的婴儿 小孩如果做梦 梦见很多动物 狼虎啊 就早年人类在丛林里的那种 这说了 太可爱了 记忆 对 然后你发现没有 逐渐你到成年以后 你梦见的都是人 梦见的人 你梦里大部分的都是人 所以这就跟你的 是你一种现实心理的这么一种修复也好 而且甚至还有人说 就是说啊 为什么你不睡 你就失忆 你就记忆力下降 对 因为呢 你白天接收的所有信息啊 是在睡觉的时候 大脑给它找寻意义的 存盘 存盘 找不到一个意义 不知道归类 不知道 整理 存在哪 要不你白天看见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这些 对 他得分门别类 对 你睡觉的时候 他他整理 进行整理 还有一个科学家叫卡尔萨根 他写了一本书叫伊甸园的飞龙 他在这本书里面讲到就是说 白天这个脑电波是剧烈的活动 晚上这个脑电波像电能 他继续在那个地方 他需要睡眠来释放它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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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你就像 你可以想象这个释放这个电能 使它整个归于平静 然后重新开始 我最近这个睡眠有点 有点那个不太一样 我有一个 颤后意义症 不不不不 我有一个全新的一个一个这个时间表 我是什么呢 我现在晚上八点半差不多就睡了 我从小孩睡觉 然后我现在就发现 因为什么呢 我以前是一般等他们睡着以后 我自己干点什么事 但我发现那个时间 其实是垃圾时间 其实你精力已经不太好了 就在网上就乱看什么的 我干脆我八点半睡了 我早上三点半起床了 那个时间就是 不会有人给你打电话 不会有人给你发短信 不会有任何事情 我电脑都不开的 然后就完全是把电子东西 除了电灯以外 那些我都不用 就你看书也好 你干嘛也好 就很心安的 但就一出差又不行了 后来我最近看一本书 一个日本人写 他是一个乳癌的 一个医生什么的 他的 我看他那本书的原因 一般我很少买这种立志书 但他第一句话 我就吸引我 他说我叫谁谁谁 是这个日本什么什么的医生 我九点睡觉三点起床 我想这不就是我吗 然后他说呢 你不能太早起床 因为零点到三点钟 是你的肝脏要去 他一段时间都一直不睡 你不行 所以那个你三四点钟 然后呢到你早上 你想你八九点钟 大家都请来之间 这段时间都是你的 对 徐老师呢 徐老师都在看球赛 对啊 这个欧冠都是两点四十五分的 我呢跟他正好反一反 就我是三点多钟睡的 基本上是三点多钟睡的 那要是没有特别的事呢 我可以睡到九点十点这样 要是有事就没办法 但是不会连续睡 中间就会起来 人家我发微博啊 我们的小朋友们 粉丝们就会说 你还没睡啊 你这是没睡呢 还是已经睡醒了 就这样 你不会起来去看评论吧 我的不是 我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原则 就是我忘了谁 这个梁锡华吧 就我们原来的 岭南的一个院长 写过一篇散文 就叫不跟识人争夺 他的意思就是说 香港这么贵 这个地方这么贵 所以他们就躲在星界 不到你中环去 这是一种 我不跟你最贵的人 最贵的这个地方争夺 第二 时间我也不跟你们争 你们从早上八九点 到下午六点或者九十点 你们这么喧嚣的这个时间 我让开 我用半夜的时间 半夜的时间做功课是最好的 所以我也是这样 我不跟你们争 我用欧洲时间 王老师讲了 说呀 说这个 没有失眠这回事 你明白吗 就说失眠这个词 就不应该发明出来 比方说 我跟您举个例子啊 这个 你吃顿饭 今天胃口不好 你吃的很少 或者这顿饭吃的很难吃 甚至说一顿饭 你就没 不想吃 你就没吃 你会说你失识吗 跟睡觉一样的人的本能 你有一天没睡好 你怎么能说你失眠呢 甚至于把这个意思 再夸大一步 对吧 你就是没睡着 躺那也是休息啊 你明白吗 躺那也是休息 一个事儿 你干嘛把它想得 这么严重呢 我就看到这个地方 我就着了 太可爱了 我就着 就心里一宽 自此以后呢 每天就拿王蒙老师的书 对对对 有的时候还必须 那个老师 不断地从 还得天天讲 月月讲 有时候又犯 那个神经质的毛病 就又必须回忆这个话 就是 你别把这当成个事儿 你知道就是 因为我现在看到一些个研究 就是你知道很多失眠者 临睡前的状态是什么 紧张 床啊 成了他最害怕的一件事 哎呦 到点了 要上床了 焦虑 我困不困 困不困 这怎么办 你知道人在这个时候啊 肾上腺素分泌 人在这个时候 唤起了你那个动物本能当中 战与逃 就是你是战斗 还是逃跑 是临战状态 你知道吗 所以恰恰 这是个 你知道吗 这是个圈套 你就更睡不着了 更睡不着了 有一部分同意 有一部分同意 有一部分不同意 同意的那部分 就是说 其实你的心理暗示 对自己很重要 所以很早 我们就看过那种案例嘛 他说他去看医生 医生给他开了药 说这是 这是助你睡眠的 现在不叫安眠药 叫那个各种各样的名字 实际上里面很多 都是RSP0 或者是VC 他的意思就是安慰剂 但是你感觉 我已经吃了药了 我今天肯定能睡着了 你整个人就放松了 我刚才说 我不同意的是什么 就是累积问题越多 像就不是说 你一顿饭 你不想吃 它问题不重了 而是说变成了厌食症了 它真的是已经形成问题了 当然问题之前 可能有这种心理原因 焦虑原因 但是最后我是觉得 已经是需要 不是说你心理放松就可以了 是需要有医术来介入了 我是这么理解的 对 有这种情况 但是北京一个睡眠科的医生 告诉我们 说他诊治的 这个失眠症的病人当中 他认为一半以上 是心理原因 也就是说一半以上 可以通过这个认知行为疗法 来进行这个引导 其实我觉得都挺羡慕你们仨的 你们不管怎么说 好像你们仨都还睡得着 要睡就睡得着 这种无耻 断断续续 这种在我看来 断断续续 这是无耻的 我睡不醒 从来不会睡不着 对 你们就是心理健康 你们不知道就睡不着 我跟睡眠已经挣扎了很多年了 但是我现在达到了一种境界 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你看我试过很多办法 当然最初级的就是数多少只羊 我数一万只我也睡不着 然后 我还不知道 后来医生就说 喝一杯红酒 我就跟你们说过 就是说 你问题 这个我觉得是个不归路 你知道吗 你今天喝一杯睡着了 明天就得喝两杯 我长达去年一年的时间 为什么已经到达影响工作了 就是说 我一天晚上喝一瓶 每次是昏 把昏睡过去的 就强行把自己 自己呢 我就把这个给戒了 戒了之后呢 我今年我认为啊 我找到了方向 找到了这个方向 什么呢 就是我发现呢 现代社会 为什么失眠问题很严重呢 因为要上班 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你之所以你觉得失眠 是因为你早上八点多 你起来上班 很多人是这个吗 我只要第二天早上有课 晚上就睡不好了 对 假如你生活 你工作不规律 不是 是自由上班者 到最后你有什么 睡着睡不着的 反正你不能一直睁着眼吧 你知道吗 就是现在专业的 睡眠问题的定义是什么 什么人类一定要睡八个小时 这都是不科学的 就是说 所谓睡眠症 你的失眠症 你达到失眠病态的失眠 叫什么呢 叫你因为睡眠不足 而感到痛苦 而直接影响到了你第二天的工作和生活 你认为它影响到了你 破坏到了你第二天的工作和生活 这个是诊断的一个重要标准 也就是说呀 睡眠这件事呢 它是法无定法的 对 说拿破仑睡四个小时 您睡 您不管睡多少小时 您不管什么时候睡 只要你觉得你能正常工作 你第二天你能 你能 你清醒 很多时候失眠呢 是因为关于失眠的焦虑 很多焦虑 我当我不管它 我想头一天晚上 我一会儿醒 醒过来就醒过来看书 看书又困了 我就又睡过去 到第二天呢 我就发现这个心魔呀 它好像在调戏你 你不理它呀 你反倒睡着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跟你说一个 可能让你更忧郁的 你知道有一个 那个是贺芬敦邮报的 那个女创始人吗 就是 去年她就那个辞职了吗 对 她就是改去 就她后来去辞职 她写了本书叫睡眠革命 她现在不做那个记者了 她就是改做人的 就大宝剑一类的东西 她写了一本这个睡眠革命 她就是说大部分人 都有睡眠剥夺症 就是我们的睡眠被剥夺 她觉得四个小时 还是不太够的 她就举了一例子说 她有一天她跟一个人 一个很成功的 一个商人在吃饭 就很年轻的一个人 那个人夸口说 你看我前天晚上 才睡了四个小时 我今天经历那么好 她说我心里在想说 如果你睡五个小时 我们这顿的晚餐 会更有趣一些 她觉得说 你还是没睡好 她诊断 那个特朗普 她说特朗普就是 典型的睡眠剥夺症 因为特朗普说 她自己就睡 三四个小时嘛 就狂躁 她说她那个典型的 睡眠被剥夺症 然后呢 所以她提了口号 她就说 我是近年 我就老觉得我易怒 我以为是 你看你就是 更生气了嘛 你是像 特朗普方向发展 对 你就是没睡好 她就说 这个很多的大学里面的 这个年轻人 她觉得你们就是睡得少 说你们不要考虑 毕业的时候 能够找一份什么工作 你先把觉睡好 这个是最重要 她建议那个幼儿园 要推迟去开课 就说不要早上八点钟 就让大家去上学 然后她提个口号 她就说 就有一次她跟一帮 就是成功女性 她说你们又经商 然后又当妈 你们都是睡眠被剥夺 她说我要提口号 她说叫 是sleep your way to top 就说 她就说叫一路睡上去 这个话是有奇异的 你知道吗 但我是说的 字面含义 真的叫睡 说的是真的睡 但是你睡好了 睡好了一定能上 原来我有一个助手 这小朋友 年轻的多 他给我讲那个更妙 这里的哲学 民间哲学家 哲学很多 为什么呢 他说呀 他有时候睡不着觉 他认为他是睡着了 梦见自个儿睡不着觉 不是 这个是 这个学问就是 这个和那个庄子 就是我究竟是庄子 梦见蝴蝶了 还是蝴蝶做梦 梦着成了庄子一样 我这失眠究竟是失眠了 是睡眠 应该睡眠的时候 失眠了 还是我实际已经睡着了 由于身心不太舒服 我老觉得我没睡着 还有一个底下就更深了 这个不但是哲学 这是罗素的哲学 这是数学化的哲学 什么呢 零睡眠也是睡眠 所谓睡眠是什么呢 包括着零睡眠 就是说这个也是你 你不进入睡觉的状态 怎么会失眠呢 是不是 坐这儿咱们 咱们哥四个人聊天 听明白了 咱们哥四个人聊天 谁觉得自己是失眠呢 是不是 您那跳舞您觉得您失眠吗 您跟哥们拼酒您觉得失眠吗 您写论文失眠吗 您点票子今天收入多 您失眠吗 不会失眠 什么叫失眠 因为你睡着了才失眠 你不睡着怎么会有失眠呢 哎呦 再有一个 失眠是零睡眠 也就是道家讲的这个无是根本 但是无的彻底就连无都得污了 你要有 要不你老有个无就是因为你心里有 有无你才有无 说我没钱了 您见过钱 而且您原来说不定还都是钱挺多 您才会说我没钱 您从小生下了就没见过钱 您才会说我没钱吗 不会 这就是佛家讲的 你不要执着于失眠 甚至连不执着失眠都不要执着 不要执着于不 所以失眠就是睡眠 是睡眠的一种方式 而且我这个刚才是这个 我还有一个我个人的体会啊 我的医学 我的外行 医生听见生气揍我一顿 那我也没办法 但我这说的是实话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 人的所谓睡着啊 有各种不同的深度 是吧 比如说就在失眠的状态下 你眼睛并没有睁着 并没有瞪着眼睛 注视什么东西 你眼睛实际上是休息了 你这个呼吸呢 也一进入比较平云 比较缓慢的状态了 你四肢呢 和你在发力的时候 运动的时候也不一样 那么睡不着呢 两条 一条是耳朵里 有时候还听到一点声音 我现在听力下降 所以这问题 解决了 解决了 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你心里的那点不愉快 你老停不下来 老学者 又睡不好了 哎呦 白睡觉了 我这病什么时候能治好 你就一直这么琢磨着 我说的那个老伴的那个 一个最重要的反应是什么呢 不光是呼噜的问题 他说你没睡着 哦 我问你一下 我昨天夜里起来几回啊 没有啊 不知道 我起了三次 你知道吗 不知道 我起了都干什么了 不知道啊 我出去关了一回窗户 你知道吗 不知道 出他门想了一下 我过去重新锁了一次门 你知道吗 问完了真是都不知道 他也是 您睡着过 睡着过 就你这一部分睡着了 就对于比如说 对周围的这个发生了什么事 可是就是在睡着的时候 你心里仍然有一种焦虑 哎呀 刚才我喝茶喝多了 下回不能 晚上不能喝那么浓的茶了 其实有一些科学的解释 是能够解释王蒙老师的这种现象的 那怎么说 他就说因为人的睡眠 它是有几个层面的 对 几个层面的 王蒙老师那种层面是叫 其实咱们说通俗话叫 叫浅层睡眠 就是你似睡非睡 就是你大脑还没有进入到一个深层一个睡眠 对 他还有一个医学的概念 叫什么REM 快速眼动睡眠 对 快速眼动睡眠 你要观察一下 我有了孩子之后 我就知道这个词的意思了 小孩睡觉的时候 你看他眼珠一直在动 就特别特别快 就是婴儿时期 说明那个时候 他那个大脑还在 还在剧烈的 大脑在 可能像硬盘一样 在各种整合 到什么时候 你才开始休息下来 叫深度睡眠 就是非眼球快速运动的时候 你才开始放松了 所以我觉得 他也能解释到 就是说 为什么有些人觉得 我晚上睡着了 但是我白天 还是觉得怎么打不起精神来 他就是说 你进入到那种 非眼球快速运动的 那个睡眠的 不够 对 所以你的大脑 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 你要今天更大多数的年轻人 他们的问题是 闹钟也换不行 一颗沉睡的心 是吧 闹钟也换不行 我沉睡的心 我觉得他们是不是 因为睡前看这个 电子东西太多了 有的时候会有 特别大的这个干扰 完全有影响 中毒的 这种蓝屏 现在这个 现在已经有确实的研究 就是临睡前看这个东西 是睡不好 不要看手机 直接影响你这个退黑素 直接刺激你退黑素的 什么叫退黑素 退黑素是一种 专门让你睡觉的 就你没吃过这个药吗 控制你生物的时钟 我吃过这个药 老时差就是靠这个 我有一次 我就是因为在上夜班 我吃了一颗 他们说有两种 一个分量大 一个分量小 选了分量小的 可能我拿出来怎么着 我睡了13个小时 我天晚上 本来我上夜班的 同事所有人 给我打电话 我完全没有听见 我醒来我的手机上 无数个未接电话 但那一觉 就是我睡的这辈子 最香的13个小时 那个退黑素 我跟你说 对我根本都没用 我这吃一瓶 我也不用 那我认为那都是假的 我认为那都是假的 但是我曾经吃过安眠药 我曾经吃过安眠药 我就是跟你讲过 就是说睡眠 为什么对一个人非常重要 有一种解释 就是说你的大脑 你觉不觉得大脑 就发热乌乌突突的 我一直记得 在童年的时候 我的后脑感觉是清凉的 你看佛家讲得清凉 像抹的清凉油一样 脚要热 头要凉 对了 然后呢 你看吃这个安眠药 平常生活里都没有感觉 都没问题 甚至你看 我听说像葛优他们 也是吃安眠药 你看这证明表演 第二天演戏也不受影响 但是我发现主持 这种需要快速应对的东西 我的感觉非常明显 就是我宁愿失眠 我第二天不能吃安眠药 因为我当时吃安眠药 那个感觉啊 就是 就是这么说 我没吃安眠药的话 你说一句话 是吧 我三句话在这等着你呢 我要吃了安眠药 你说三句话 我一句话都反应不过来 就是这个速度 就这个感觉很明显 我自己比较年轻的时候 和现在的一个区别 就是我现在主要的写作的时间 就是12点到3点这个时候 那时候效率最高 但是我读研究生的时候 我的效率最高 就是早上醒了以后 赖在床上的时候 哎呀 就是看着天花板的裂缝 把一天要写的文章都想好了 起来只要写就可以了 就是早上 我觉得人生要早起啊 要上班啊 赚多少钱我都不敢 其实这就是个闲点 你说出了今天 千万年轻人的心声 但是这个问题 应该调整办公时间 我这个作为社会建议 我觉得只要他们允许 不要炒股票或之类的话 把办公时间做成弹性 让一部分人12点上班 8点下班 交通可以解决 对不对 噪音可以改变 生活方式有很大 整个城市的拥挤程度也会 饭店的销量也会好 我今天还看见一个人讲啊 就是说鼓励青年奋斗的 大概意思是 现在何必着急睡觉 死后自可长眠之类的 就是说 这也算一绝 就是说你现在你就应该加班加点 你就应该熬夜 等到你事业有成了 那个时候你再休息 随便睡吧 可是我的亲身经验啊 我就可以批驳这个观点啊 我现在想我这个失眠 这个紊乱呢 大约有一个起始点 就是在早十几年 十年前吧 我做一个法治节目 又叫什么拍案的一个节目 那个节目做得太狠了 就是一个星期 两天 我记得很清楚 熬两天夜 因为熬两天夜 你以为你第三天回去呼呼大睡吗 不会的 当你48小时不睡着的时候 回去也睡不着 回去就要吃安眠药 我恍惚记得 就是从那几年开始 我这个没有正常过 这就是所谓的你年轻的时候熬 你以为中老年你能休息吗 他付出代价 代价付在后头啊 因为这种严重的不规律 是要导致你的整个身理紊乱 所以呢 幸亏碰到这么一个大救星 不是不是 我是觉得 现代医学的 说的那些规律规范 都是正确的 但是呢 在你某些情况下 不能完全按那个走 我们也得承认 随时这些不规范的睡眠 不规范的休息 自由休息 对人也是很大的保护 而且我觉得 这个事啊 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启发 就超出了睡眠之外 我觉得就是什么 这个词语 你看你们都是做文字工作的 词语这个东西啊 也像神 也像魔 对 他太厉害了 就是说 有的时候啊 不要有这么一个概念 对 一个概念就可能坑了你一个心里 对对对 对吧 你一定不能相信 十年那俩字 你这 你就把自个儿一下子就解放了 王老师说他连厌识这俩字都讨厌 都讨厌 当然讨厌的 我有很多讨厌的词 我跟你说 您说是吧 咱们过去都说过呀 圣女最不是人话了 说这种话的人都应该长嘴 我跟你说 人家也是人 是不是啊 你这个很多这一类的侮辱妇女的 刮辱什么的 那都带有侮辱性的侮辱性的 残疾性 践踏性 职业性侮辱 太多了 包括你叫人残肺 对 残疾好不好 对吧 残疾好一点嘛 对 就是 所以这个词语有的时候 真的是 我能够示障 就比叫瞎子好听很多呀 诶 是不是啊 智力障碍 就比叫弱智 好听 弱智啊 什麼腦殘 你這不更是罵人啊 被罵街頭的話